也可以平稳地保持原来造就, 倒也可以具有稳定红态的衣食住行。 晚年时期之后,运势差不多, 要是可以收之平衡, 有望得到舒服牢固的退休生活, 算作一生都极具荣华的八字命局。 鼠舌的人以前观鹿宫就会受煞星陀螺星危害, 进而较几十人的正才气不平常, 碰到了许多不便和困惑的状况, 走好运, 做生意受欢迎, 偏财八方来, 逢讲必出, 假若把握住好运气, 不经意间穷转富, 衣食住行非常好。 与此同时, 生肖舌的他们在本身身心健康层面要多加留意, 才期望自此会有着浮瘦浓浓的人生道路。 鼠舌人善于交际, 做事机智, 受此次好运影响, 工作中随着能力提升, 有机会得到长官提拔, 大显身手, 薪酌待遇都会连上好几个台阶, 定能功成名就。 鼠舌人便会扭转乾坤, 一改过去的烦闷, 情绪会越来越乐观, 无论什么事情也会越来越圆满。 工作中, 生活, 情感各层面的难题都可以一一处理, 必然可以摆脱伤痛, 一路高歌, 虔诚锦绣。 鼠舌人的信性很高, 有时候感觉任何的事情都抵不上功成名就来的重要, 毕竟你真的不甘于平凡, 但有时候为了自己想要得到的, 常常得罪很多人。 另一方面, 对于部分鼠舌的人而言, 接下来创业者商务合作变多, 赚钱项目也增加, 同时要注意, 要多做助人为乐的事情, 相信只要行动就有收获, 经过这些努力, 日后手上的项目能轻松获利。 但是唯独自己的父母, 不管什么时候都会给你最好的。 只要你开口, 鼠舌的人都愿意提供 帮助。 你们会得到天地向照治好财运, 善财临门, 那些善良的人会加倍得到这些财富。 不过鼠舌之人自身的状态还在调整之中, 要想今后没有阻碍地好好发财, 鼠舌之人就要赶紧地行动起来, 不辜负运气, 财富自己也就不会辜负于你, 你们的财富就会变得独一无二。 大金蛇未来一周能财运爆棚。 鼠舌人宽宏大量, 他们性格内敛, 虽然在人群中不那么显眼, 但他们心眼多是最聪明的那一类人, 他们心地善良醇厚, 满腹经伦, 富有大智慧的头脑。 7月27日开始, 鼠舌人他们不发财都难, 他的命中贤贵不负财怪, 运势即将擦出绚丽的火花, 大富大贵的生活, 他们也不忘了和家人一同分享, 后半辈子无忧无虑。 赚钱赚到手脚软, 发财发到光宗耀祖, 老师在这里特别提醒生消舌的朋友,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老师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生消舌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年少之时, 我们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一切, 除了社会才发现, 每个人都需要靠山, 才能更好地混下去。 这所谓的靠山, 到底是什么呢? 要么是丰厚的家底, 要么是高质量的人脉, 要么是提拔你上去的贵人, 要么是慧眼识英才的伯乐。 只不过,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丰厚的家底, 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碰到贵人和伯乐。 不少人终其一生, 也没有机会遇到提拔自己上去的贵人。 难道说, 没有碰到这些靠山, 我们的人生就没有希望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 有些时候, 靠山不一定是伯乐和贵人, 还有可能是其他的东西。 我们想想, 为什么有些人的运气特别好, 每一关都过得特别顺? 为什么有些人特别幸运, 直接抓住了机会, 闲于翻身? 可以肯定的是, 在这个世界存在着无数的变数。 而我们这辈子最大的靠山, 并不是贵人, 而是这几种充满变数的因果。 一, 安守本分的因果。 人若守分, 自有天报。 我们做人安守本分了, 老天就会赋予我们善报, 让我们能够善始善终, 一辈子安安稳稳。 这所谓的守分, 真的会有如此之大的作用吗? 闯荡江湖的人们会觉得, 安守本分这四个字, 就是骗人的, 根本毫无意义。 三十岁的时候, 不会安守本分, 四十岁的时候, 逐渐对安守本分这四个字, 产生了思考。 五十岁的时候, 自动自觉的安守本分, 不做僭越之事。 无论是老江湖, 还是老狐狸, 到了一定的年纪, 那不守分的心, 都会有所改变。 原因就在于, 生活的经历让他们明白, 本分点做人才能长久。 年轻的时候, 我们不安守本分, 到了晚年, 一切祸事都会来到我们的身边。 如此, 再怎么有钱有势, 也貌似毫无作用。 所以说, 守分之人必有好报。 当下, 可能看不到安守本分的好处。 等时间一长, 我们终究会醒悟。 二, 不再执着于名利的因果。 故事后, 有这么一个有钱人, 赚了无数的财产, 成为了一方富豪, 可他还是不满足, 继续赚下去。 到了尤禁灯窟的那一天, 他后悔了。 躺在病床上的他, 在思考一个问题, 自己一辈子打拼, 一辈子赚钱, 最后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又有什么意义呢? 回想起以往的自己, 为了钱财而放弃了自己的理想, 为了名利而放弃了本该美满的家庭。 对此, 他感觉到特别后悔。 几个时辰后, 遗憾而终, 还未走到人生的尽头, 我们从来不会后悔做了什么事。 等到了人生的尽头, 才突然醒悟, 感慨一生白活。 这, 就是无数人一辈子的写照。 人活一世, 没必要过分在乎名利。 在生命当中, 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 值得我们追求。 比如说家庭, 感情, 理想, 以及快乐。 做个简单且快乐的人, 放下对于钱财名利的偏执。 或许, 真正的幸福才刚刚出现。 三, 不做亏心事的因果。 镇上有一位职工, 退休后都睡不着觉, 不是这里担心, 就是那里忧愁。 在晚上, 他还感觉到, 有无数双眼睛在看着他。 过了一段时间, 这位职工的心理和身体, 都大不如从前了。 孩子很疑惑, 爸, 我们家既有钱, 也有资源, 你担心什么, 怕什么呢? 身为父亲的他, 没有回儿子的话。 因为他知道, 自己在早年做了不少不择手段的事, 也间接地害了不少人。 如今老了, 就寝食难安了。 看到自己的小孙子, 这位职工说, 做人还是善良一点比较好, 不要轻易害人, 但也不要让别人害你。 如此, 你们能够安安稳稳一辈子, 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也许, 只有做过亏心事的人, 才会明白, 这当中的痛苦和折磨。 到了晚年, 该来的, 终究会来, 无法避免。 你们跟我们俘有不及说,